帶你來看到氣象局針對屏東高雄 發布了豪大雨特報 單日超過兩百毫米的降雨 讓十幾年沒淹過水的離島小琉球 巷弄都變成了小河 一間機車材料行損失超過五萬塊 東流線交通船要進港的時候 因為風浪太大不穩定 大浪是直接打進船艙 讓後方的乘客全身都濕了 簡直像海盜船一樣驚險 而地勢比較低的方寮 加東積水都很嚴重 有村莊是直接廣播要民眾趕快撤離 至於高雄光是今天累積雨量 就突破了四百毫米 市區多處道路都是一度積水 忽然一個大浪打來 乘客一陣驚呼 全身濕透 交通船的後方客艙 更是成了一個大水池 坐在船艙內的乘客也不好受 水不但一直滲進裡面 甚至還左搖右晃 就像是在坐海盜船一樣 受到西南氣流影響 屏東東港一號上午震風五急 東流線交通船行駛在海面上 還算平穩 但要進出港口時 因為風浪太不穩定 要進港時甚至開了三次才成功 到後來甚至因為停泊難度太高 乾脆改停在東港漁港碼頭 24小時累積兩百多公里的雨量 讓小琉球中山路向弄遍河道 機車一半都泡在水裡 讓已經十多年沒遇過淹水的民眾忙著清理 這間機車材料行更是損失慘重 方流新龍村一度水淹即腰 村長廣播有軍卡 要民眾搭車撤離 民眾則是人手一隻哨把 忙著燒水 還有桑家半傷事遇上大水 提心吊膽 除了芳寮嘉東積水嚴重 岩埔的大人科大前積水也達二十公分 國軍忙著裝填沙包協助居民守護家園 至於高雄市區多處出現積水 像是凱旋四路輕軌站旁積水就一度到小腿肚 未來幾天預計雨室還會持續提醒民眾出門 多小心 記者 音樂